地址的资料表,这是我们要查的,地址资料表 OK,里面有这些资料,我想第一步请各位产生,那如果有多余的栏位 你可以再按右键,把它编辑一下 那把其他这些栏位,它这多的,把它砍掉好了 不需要,删除列 留下三栏就可以了 OK,大概是这样 第一步先建一下Database,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先汇入地址 然后呢再把它拖拉到 有没有,这个webcontent下方 这边就有个地址,对不对 OK,就在这里 就把它放进来了 就这样子 所以是放在这个web底下的根目录 就有一个Database 那其实,SS2003 的版本 其实还蛮方便的,因为它已经内建Driver了,你不需要再去抓Driver,挂上去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都有 不要买Seql也有 而且好像还是free的 不过有一些其他的就要付费 就是那个Driver 你是要花钱额外去买的 另外还有一些separty的东西 他也是帮你解决 帮你打包好Database相关问题 那不过以我们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sample 第一个呢,我们就把前面那个grafting 有没有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因为我的需求非常简单 我希望去查询什么 查这个地址资料库里面呢 所有的会员 里面比如说 他是住哪里呢 他是住 看你比较有钱的人 应该都住在 住在哪里 住在 忠孝东路上面 对不对 或者仁爱路啊 地宝市 信义路上面 对 那你可以这样 把他slate出来 是不是 比如说你是要 跟他行销的话 他可能有电话 什么email之类的 OK 那如果说你要找出来的话 前提是 怎么找 当然在 资料库里面要下 C口语法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那个ss 里面有什么 他这边有个建立 建立有个那个查询 查询设计 那里面的话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就是 这是什么 这个是 启用 里面的话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常用 我是还蛮常用到那个 就是他的 里面的那个 有一个sql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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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他问你要不要加 你就 否 那在这里的话 他会有一个那个sql 解释的画面 在这里 面板最小话 OK好这边的话一个sql 解释 那其实你可以在这边直接下 下那个sql语法就可以 比如说你slate所有 所有的栏位